应该是买低卖高不是吗 对不对 但是永远都是买高卖低 最高杀低 对永远都是最高杀 就是变成了最高杀低 就是所谓的韭菜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的财务学界就一直百思不解 为什么大家不遵循着基本面 而要去最高杀低 所以说就形成了另外一个 叫做行为财务学 所以为什么你永远买不了房子 就有专家说 因为有些人是韭菜命 永远都是贝哥韭菜 为什么你永远买不了房子 为什么你永远犹豫不决 为什么房地产景气好的时候 你赚不到钱 房地产跌的时候 你也不敢进场呢 因为韭菜命 哪些人是韭菜命 我们来提醒 哪些是买房的盲点 第一个就是 听到房价涨 屋主开价拉高 新建案创新高 就想去追 等到像现在房价开始降温了 大家说有一价空间的时候呢 你又担心它会再跌 所以又不敢买 这是第一种韭菜命 很多这种人 这个韭菜命非常的好玩 就是被割韭菜 就是成熟的时候被收割之后 那你继续的在成长 还是继续被收割 你说你一直在跟在别人的后头走 就是热的时候你去追价 冷的时候你不敢逢低成绩 对 所以这个不只是台湾的股市 不管不只是台湾的房市 全球的投资客 股市也都有这个现象 我问你 多少人买在台积电600 不得了很多 可是到台积电370的时候 又有多少人买 很多人不敢买啊 所以这个就是 三百七会到三百我听说会破三百 对 所以六百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想呢 等到买到三百的时候 三百七的时候你说 嗯 它可能会到三百我甚至会破三百 所以财务理论上有一个 基本上我们就想说 应该是买低卖高不是吗 对不对 但是永远都是买高卖低 最高杀低 对永远都是最高杀低 就是变成了最高杀低 就是所谓的韭菜命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的财务学界就一直百思不解 为什么大家不遵循着基本面 而要去追高杀低 所以说就形成了另外一个 叫做行为财务学 行为财务学 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是在跟着别人后面走 而不是跟着基本面在走 所以说你刚刚说 台积店六百块买的一堆 三百七人反而不敢买了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行为财务学的概念 所以越多人告诉你 明年的房地产会降温 如果你是自住客 我们还是前提是如果你是自住客 如果你是钢琴需求 房子你别怕 这个时候你要认真去看房子 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 哎哟 景气可能会出问题 我说这个时候正式看房好时机 但你不用急着出手 对 你可以认真开始做功课 因为第一个 一家空间可能变大 第二个说你真的可以捡到 那投资客断头的便宜货 他手上有二十件的时候 你说他搞不好赔钱他都愿意卖 你搞不好真的捡到便宜 所以反而这个时候要认真的 好好去看房子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